感覺應該要差不多囉 你要死了沒哥 想要看到你死的瞬間啦 喔 各位 成功啦 嘿 我是Henikin 沒錯 今天這一次的影片 我們要來玩這個機關喔 各位 那還記得前幾部影片 我們有來做的這個 泥磚的自動生產 那有做的這個挖光鐵的自動生產 今天這部影片 我們一樣要是把這個1.19的新東西 把它做成一個自動生產的機器 那這一次我們要自動生產的對象 就是這個扶搜者 扶搜者應該是1.19新增一個算是BOSS級生物吧 那他血量很高啊 他一共500點 那在之前的版本 他是沒有掉落物的 所以沒有擊殺他的必要 但到他正式版本發布之後 他會掉落經驗值 也會掉落這個狐靈觸媒 可能經驗值不是重點 因為那個經驗值真的少得可憐 但是這個狐靈觸媒 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去做大量的蒐集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我們就是要來嘗試把這個扶搜者 變成一個農場啦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 喜歡看到這樣子我耍笨的系列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不用了可以幫我在影片底下點個讚啦 如果各位想看到我把什麼東西做成農場 也是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說一下的喔 那有關於這個扶搜者啊 他的生成方式比較特別 如果是在一般生存模式下的話 我們要去這個地下的一個深淵生態域 去尋找這個東西 叫做扶丁效果 這個扶丁效果在我們踏上去之後 他就會被觸發 或者是在我們被這個扶丁政策機感測到的時候 這個東西也會觸發喔 那他一共觸發四次之後就會生成這個扶搜者 但是呢 我們手動放置的這個扶丁效果是沒有效的喔 如果是在一般生存模式之下 應該是只有自然生成的扶丁效果 是有辦法生成這個扶搜者的 我們手動放置的這些都是沒辦法的喔 那如果是我們透過指令啊 來去召喚出的這個扶丁效果 他其實也是沒辦法生成出這個扶搜者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用指令的時候 後面加上這個東西 在我們加上這一串tag之後啊 我們召喚出了這個扶丁效果 他就是可以生成扶搜者的了 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會有注意到 他跟我手動放置的是講的不一樣的喔 一個是順時針繞 一個是逆時針繞 而且這個顏色比較亮 這個顏色比較暗喔 那只有這種的這個扶丁效果 是可以生成扶搜者的喔 今天這部影片啊 因為我們是要來嘗試製作這個機器嘛 所以我會用這個方式來召喚這個扶丁效果 那各位如果在生存模式之下的話 自己手動放置是沒有效的喔 那其實這個東西我們曾經有做過一次嘛 那個時候因為沒有要擊殺他 所以呢 我是用一個活塞推動的方式 去想要把他給集中起來 雖然我也不知道集中起來有什麼用啊 但是就是我還是做了 那這一次我們的目的是要把他給擊殺 那我第一個想到其實就是這個凋零玫瑰喔 凋零玫瑰的話是我們戰隊上面的時候 就會有凋零效果 那這個扶搜者也不例外喔 那照理來說我這樣放啊 這個伏地效果要生成扶搜者的時候 這個扶搜者就會生成在草地方塊上喔 有沒有 你看他從草地方塊爬出來喔 那像現在他生成出來之後 碰到這個凋零玫瑰應該就會一直受到這個石玉玫瑰傷害了 可是其實在我剛才開拍前我就想過一件事 因為他血量有500點 我這個凋零玫瑰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每半秒 會有一顆星的傷害喔 我忘記是一滴血還是一顆星呢 不過不管是哪一個他好像都沒辦法在60秒內達成500滴的傷害喔 但我現在突然想到一件事耶 其實我們好像也不一定要在60秒內擊殺他對不對 我們只要讓他一直處在什麼狂暴狀態之下 好像就沒問題了齁 來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先站在這個玻璃罩裡面 OK 他生出來了 那因為我們是創造模式所以他不會想要理我 我們把他切成生存模式 他應該會有感測到我 媽你要看我了嗎 哈囉 嗨帥哥 嗨丑哥 他好像有看到我了 他進入那個狂暴模式了 可是現在是有裝櫃擋住的 所以他應該是沒辦法對我怎麼樣的 該不會我已經把機器完成了吧 喔 喔對喔 他還有這個遠程攻擊喔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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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哪裡不大對勁 我想想如果我們 處在一個他沒辦法打到的位置 他就會嘗試用這個遠程攻擊手段 然後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遠程攻擊手段還蠻遠的 好像是15格20格嘛對不對 高度是20格 然後水平範圍是15格 而且他可以穿透方塊 還沒有任何東西擋得住他 這個要好好想想囉 OK我現在有想到一個方式 就是在他生存出來之後 我們用一個方式把它給集中起來 然後遠離我們 至少要遠離我們15格 就是他的水平範圍的最大極限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 可是他這樣子會感受到我們嗎 我們先來試試看好了 OK我在旁邊做了一個這個 花水道 那我預計啊 這個福守者他應該會先人在這邊 然後被這個水流推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這個凋零玫瑰上面 然後掛掉 可是這部分的擊殺裝置 我們可能等一下再想想要怎麼弄喔 因為剛才有試過了嗎 這個好像沒辦法把它給擊殺掉 然後我現在其實還有另一個擔心 就是他真的會生存在這 上面是鋪了這個羊毛地毯 所以應該是不會生成他在這上面 但是這邊有水他會生成嗎 我們來觸發看看 來這個是第一次觸發 我們等一下第四次觸發 如果他還沒生成 我們可能再多等一次 那如果到時候還是沒生成 就代表應該水是沒辦法讓他生成的 來第三次觸發 再來第四次觸發 你要生成了嗎 有嗎 NO 好像沒有 來我們把這個堵掉試試看 來那這樣你要生成嗎 這樣他到底會從哪裡開始算啊 喔生成了 所以的確有水他不會生成 好 這個問題好像很好解決 發射器能解決對吧 我們在這邊這樣子放 嗯 這樣子放 等我們這個 福收者生成的時候 我們再 把這個水流給放出來 然後把它往那邊推 好像蠻合理的齁 烏克育欸 我剛才去看了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 福收者 我發現今天很好笑的是 就是他看起來這麼胖對吧 但實際上他寬度只有009個 也就是說其實這樣一格的 這個空間他也是可以轉進來的 我一直以為他超大直的 結果我錯了 害我剛才做了三格寬 那我後來把這個水道變成只有一格 這樣子的話他也是可以照樣生成的 那我們同樣可以用這個水流 然後把它往那邊推 那這樣我們只需要一格的發射器就夠了 那我們就只需要讓他掉落到一個 這個一大堆礦車的空間裡面 好像就完事了齁 那我們在這邊這樣子弄一下 用這個告示牌擋一下水 那他應該就會集中到這個位置來 這邊我們可能要擋住 然後我們稍微讓他往下掉一點點 這邊放漏斗 然後上面用這個 然後再放礦車這樣子 那這個礦車我們要放很多 這樣子他在掉到這邊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擠壓傷害 因為這Microf裡面 這個礦車他也算生物喔 對他也是生物的範疇之一 然後如果在一個空間裡面 有過多的生物 那這些生物就會開始受到 這個質疑傷害喔 感覺應該要差不多囉 你要死了沒哥 想要看到你死的瞬間啦 喔各位 成功啦 各位我們成功啦 啊我們有拿到東西嗎 有 沒有拿到兩個茯林處眉 水啦 那我們這個把它給拆掉 再來就是我們 變成深層模式來試試看啦各位 好 他生成出來了 他往那邊推了 OK 他應該不會突然轉過頭衝過來吧 應該不會喔 欸所以他掉下去了 然後照來說這個時候 他應該不會再生成功的出來 他應該要等那隻死掉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水刀的加長 就是加長到這個 福林效口的範圍之外 不過如果我們要讓這個福林效口 能夠再次生成Wonder的話 我們要把這隻Wonder 移到48個之外 好像有點小麻煩耶 不過就只是水流的事情啦 只要我們水流一直增長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這個機器應該是在生存模式下來可以使用的 那因為我們距離夠遠他也攻擊不到我們 所以我們這個機器應該今天也算是成功了吧 那的確也是可以生產出這個福林觸媒的喔 其實我剛才又有想到一個 就是如果我們是用氣泡把它往上送的話 這個運輸速度可能會快很多對吧 好啦其實都可以啦 反正把它遠離這邊好像就結束了嘛對不對 然後再用礦車來去做一個提搖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收集到很多這個福林觸媒啦 那這個機器應該也算是可以用啦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先到這邊吧 那如果各位還有想要看到我 從一開始來做出什麼樣的機關 那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說一下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 Facebook、IG、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ninger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